这个女人是个疯子 平时就爱欺负美洋洋 也不怕自己洋了 这可把一旁的大熊猫吓坏了 于是赶紧去通知奶奶 没想到奶奶也在痛扁一头 十顿中的狮子 那狮子却一动不敢动 原来这一家都是奇葩 平时就爱欺负一些小动物 哥哥每天都要倒车 怼大熊猫一百下 爸爸则每天用大门 框框夹小马的头五千像 而妹妹呢 整天欺负美洋洋 用后备箱差点没把美洋洋给夹死 这家最狠的就是奶奶 每天抱吹狮子头一万下 只为了防止老年痴呆 很快他们欺负小动物的消息 就被动物爱护者老鹰发现了 还派出了神经质大壮来惩罚他们 大壮驾驶十万吨重的大头鞋 以每秒360麦的速度 寻找到了这一家人 于是好戏开始 大壮抓到了哥哥 还用车框框夹了哥哥五百下 又抓来妹妹 疯狂的用后备箱砸他 直到把妹妹砸到缺氧 爸爸一看这绝对是个狠人 于是赶紧偷偷的把门锁上 万万没想到 大壮一下就用超能力撞开了大墙 还把爸爸的头也用门 咔咔夹了两万下 双倍封还 就连最雄悍的奶奶 他也没放过 这一家人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且发誓 以后不再欺负任何小动物 大壮这才肯罢手 故事的最后 大壮带走了这里所有的小动物 远走高飞了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一吨重的轮胎可不是一般人 没事就爱偷看女孩洗澡 但凡碰到障碍物 不是把她压碎 就是压碎 最可怕的是 她还有超能力 只要看到她对着目标浑身发抖 对面就会立刻被咔巴 这时突然一个美女经过 这小姑娘可真漂亮 于是就想把她据为己有 可她刚使用超能力 结果却被一个老头从后边追了尾 不停把她弹出了十公里 还中断了她的超能力 这可把轮胎气坏了 发誓要报仇 于是她一秒就追上了那个老头 下一秒 真是太可怕了 雪岩迅速引起了佛波勒的注意 杀手为了隐藏自己 直接钻进了个女孩的家里 不仅每天偷偷看的洗澡 还要睡在女孩的床上 更过分的是 轮胎杀手还跑进了浴室 要和女孩一起洗澡 却被女孩一秒丢了出去 完了 为了拜伙 她直接跳进了泳池里 可两块还不到一秒 又被捞上来丢了出去 这下惨了 轮胎怒了 愤怒令她冲锅了头脑 在佛波勒的面前 就直接咔巴了一个目标 佛波勒都被吓傻了 她做梦也不会想到 轮胎居然会杀人 从此轮胎杀手 开始报复这个小镇 把小镇上所有的人 都给喀巴了 就连佛波勒她也没放过 为了能尽快抓到她 佛波勒把小镇上 所有废弃的轮胎 都找出来烧掉 可就是没有找到 真正的轮胎杀手 没办法 他们制作了个橡胶假人 并绑上炸弹 想要引爆她 果然轮胎杀手喜欢美女 她一秒就被吸引 下一秒 北伙顺利的解决了轮胎杀手 却没想到 她居然把自己伪装成了自行车 而且力量变得更强大了 随后她又开始率领她的大军 向下一个小镇进发了 这男人想到了个 能赚一千万的点子 她拔下电脑上的鼠标数据 然后插到一个充电器上 又把充电器和一个电源 连接在一起 结果居然发生了奇迹 我的妈呀 她无意间得到了个 想要杀来杀的鼠标 你看 她想吃更多的食物 就只需要拿来鼠标 点开程序复制粘体一下 就可以复制出无数的食物 这不发财了吗 更没想到 鼠标的接口 居然被她并联到了电线上 可以控制整个房间的东西 男人还是有点不相信 于是又试了下 她拿来鼠标 把电视的四角这么一拖拽 哎 居然真的变大了 这简直可以在家里为所欲为了 更神奇的是 鼠标还不单单这点功能 它还可以随意 各种方向的移动 自己不能移动的物品 好像有了超能力 即使看见自己最最害怕的小虫子 男人只需要轻轻用力一点 结果那小虫子 砰一下 就嘎了 家里的脏东西太多 自己处理不了怎么办 她只需要轻轻一滑了 那些脏东西就被轻松收纳到了一个小盒子里 简直不要太完美 男人想偷看妹子洗澡 根本不用亲自去开门 只需要远远的按动鼠标 那门就开了 这不爽歪歪了吗 于是她开始越越来越贪婪 她想把自己变成帅帅的样子 结果用鼠标点了一下自己 完了 她忘了 自己是个不用通电的物种 鼠标一下就被烧坏了脑袋 呼呼地出现了无数的错误程序 这可把男人吓傻了 于是开始拼命地点鼠标 结果一不小心 啪 把自己用程序变没了 真是太惨了 所以无论做什么 都不要太贪心 女孩因为喝太多的奶茶 一夜间变胖了500斤 不仅穿不上所有漂亮的衣服 还遭到男友的嫌弃 你完全让自己走 我的天 太好了 女孩都被气哭了 但更令她难过的是 吵架还没过几天 自己的男友就在背地里找到了新的女朋友 被女孩抓抱后 渣男非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还气急败坏的 因为女孩太胖 和她提出了分手 女孩伤心极了 发誓绝不原谅她 更为了报复渣男 她要狠狠地改变自己 不仅戒掉了自己平时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还要坚持每天至少运动两个小时 而渣男的报应也是来得飞快 本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结果她的新女友在厌倦了她之后 也背着她找到了新欢 男人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想到前女友的好 男人开始伤心极了 每天暴饮暴食 完全不注重形象 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一百天都不出来 只打游戏 很快她也变成了五百斤 直到这天 她再次遇到了前女友 此时的女人也受到了一百斤 那简直性感极了 男人高兴坏了 以为自己又有了希望 可万万没想到 女孩已经有了男友 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女孩拒绝了她 不是什么事都可以重来 请珍惜你身边的人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变态的士兵 他一脚就把自己的队友 踹下万民悬崖 只为了获得一张 不同姿势的死亡照片 他究竟要干啥呢 原来这里有个奇怪的长官 喜欢制作各种环灯片 来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 在她的事业下 这些最上面的变态员工 假借给士兵们受勋章 给她至高无上的荣耀后 就把她一脚踹下万民悬崖 确定死亡后 再由摄影师拍一张完美的清晰照片 接着再把她递给一个 受不拉击的通讯兵 最后就是传到这个变态长官的手里了 她开心的抚摸照片 并把她喀巴 用一个机器踏平 机器开始飞速运转 接着会把照片按压到 一百年都不能腐烂的铁板上 然后再按顺序排好队 就可以回放缓灯片了 哎我的天呀 这些姿势经过这么一放 但简直是完美的舞蹈 将军十分酷爱这种变态的艺术 还顺着节奏跟着跳跃起来 每次还要放上动感的音乐 可每当音乐停止 士兵们的舞蹈也就停止了 原来将军身患重疾 他害怕死亡 但又不得不直面死亡 于是他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 不惜牺牲别人的生命 来让自己感受到 死亡也是一种快乐 而每当快乐结束 他又会回到恐惧 这种变态的行为 使得他的死亡才会停止 于是他又开始示意他的士兵 开始增加混沌片的张树 将军没有对生命有敬畏之心 所以自己才会对死亡极度恐惧 等待他的也只能是命运 对他的惩罚了 男人为了思念自己的妻子 在墙上画了个大大的画像 结果却因为在墙上乱涂乱画 被帽子叔叔发现了 还想要抓捕他 男孩被吓得赶紧逃跑 万万没想到 妻子一击眼居然活了过来 为了救自己的丈夫 妻子开始拼命的追丈夫 但他却只能在墙上行动 墙上的东西只要碰到他 就会被立刻毁坏 好了 这刚好给帽子叔叔制造点障碍 让丈夫赶紧逃走 更为了指引丈夫的行动方向 妻子更是用一米八的大长腿 以3600万的速度 追上了丈夫 这可把丈夫惊呆了 可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 就因为分神一下掉下了悬崖 危机时刻 男人要是借助自行车的车轮 挂到了网线上 又顺着网线 一下划到了安全的地方 可万万没想到 帽子叔叔也紧随其后 眼看着要抓到丈夫了 妻子灵机一动 将所有的电线拔了下来 结果自己却得到了惩罚 帽子叔叔的车因为躲避障碍 直接撞到了墙上 还不小心压到了妻子的腿 怎么拽都拽不出来 为了救自己的妻子 他不想跑了 于是就在墙上又划了起来 最后帽子叔叔终于脱离了墙体 正准备追男孩时 却发现他自己已经主动承认了错误 妻子难过极了 但你绝对想不到 丈夫留给了他一件极为珍贵的礼物 他居然又画了一个自己 丈夫希望永远和他在一起 这是个神奇的奶奶 虽然不会说一句话 却长了一双天眼 她能洞察到你的梦想 小女孩只是给奶奶跳了一支舞 奶奶就瞬间明白 还为小女孩捏了一个小象 作为回报 小女孩给了奶奶一个吻 奶奶开心极了 但其实奶奶很可怜 她住在一个破旧的纸盒房子里 家里人都因为事故 纷纷离开了这个世界 只剩下奶奶一个人 孤独的等待死亡 奶奶的眼睛里 已经失去了色彩 直到这天 一个小女孩发现了她 还送给奶奶一枚硬币 要知道 这可以解决奶奶一天的口粮 作为回报 奶奶给小女孩折了一个长颈鹿 谁承想 女孩特别喜欢折纸 她开心极了 于是第二天 她又来找奶奶 奶奶既惊喜又开心 她观察女孩的表情 努力的猜 她想要什么样的折纸 没一会儿 奶奶就拿出了一匹千类马 原来女孩也不会说话 但她有梦想 女孩开心极了 第三天 女孩又跳到了奶奶的面前 这次她想要个特别的礼物 于是就给奶奶跳了支舞 奶奶心领神会 就给她折了一支恐龙 可女孩却还想要鼻子 于是奶奶又折了一只大象 原来这才是小女孩的梦 女孩开心极了 并给奶奶一个开心的吻 从此 奶奶的生活有了期盼 她期望每天能看见女孩 她自那以后 女孩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奶奶失望极了 她不想再出门了 想去天堂看她的家人 几天后 小猫叫醒了她 奶奶抬头一看 原来小女孩来过 她并没有忘记自己 于是奶奶又有了希望 所以无论怎样 生活一定要笑着面对 这个女孩想要穿越 于是她把一滴相思泪 撒到了一个蓝色球上 下一秒 小球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膨胀到200来斤 女人又用刀狠狠地把球划开 撒上点花椒大料 把它绑在一起 等到队友发出信号后 女孩就直接把球扔进海里 最后更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海里直接蹦出了一只 两万吨重的大鱼 她一头就扎到了岸上 女孩赶紧滑到岸边 在队友的掩护下 割开大鱼的肚子 钻了进去 万万没想到 大鱼的肚子好像是个太空舱 中枢系统还是个老头 在女孩的逼迫下 老头露出了自己的控制把手 下一秒 大鱼就吐出了一些蓝色液体 女孩将大鱼缝补好后 又将这些蓝色液体 装进自己的兜里 然后找到一种神奇的生物 将蓝色液体丢到她的洞中 巨大的抽契 让这种生物忍不住要吁吁 结果太神奇了 尿叶直接就涨出了蘑菇 女孩用刀小心的滑开后 里面立马出现了个 微小的外星人 又在女孩的威逼下 小人用自己的能量 启动装置 然后送给女孩一颗蓝色的球 成功后 他们就迅速来到高地 抓到一只面包蟹 拧下壳后 就变成了望远镜 他们要抓到一只 像这样的黄色小怪物 再把蓝色球 制成了液体味给她 吃饱后 小怪物就开始迅速奔跑 直到膨胀死亡 这时天空就会出现 一只大大的咽鱼 在吞噬小怪物后 迅速消化 并排泄出一个更大的球 女孩一头扎了进去 没想到 居然来到了人类世界 她十分想念这里 因为在很久以前 科学家们为了探索火星 触动了大量飞船 可中途却发生了意外 只有两个人幸存了下来 他们已经在这个星球上 活了三百年了 每天做梦都想回到地球 所以你身边 看似平淡无畏的生活 也许都是别人 梦寐以求的幸福